一个故事告诉你 一个人有心机多重要 有一次假期 我和小学同学去看望老师 我买了两箱奶和两箱酒 我这两位同学呢空着手 下了车以后 奶和酒他们俩非要帮我拎 我想着一个人也拎不下就同意了 结果一到家门口 老师对我这两位同学一阵血寒温暖 对我却不闻不问 我立马感觉到了情况不对 于是见门就故意大声地对师母说 师母您看 我这也不知道您喜欢吃什么 就给您和老师买了两箱奶和两箱酒 我这两位同学啊特别好心 一直帮我拿着 说没买东西不好意思 就出点力气 师母和老师一听 连忙把我拉到客厅各种问候 饭桌上又是家菜又是甜酒 把我那两位同学全程低着头 一句话也没说 回来我就把他俩拉黑了 做人要有心技术中说 做人不要太老实 凡事都得懂点心机 心机不是害人的力气 而是力气的手段 懂得防人防势 你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